《拇指总动员》第一季第十集《拇指被倒塌》 在弗雷德先生的家里,画家弗雷德问三人 《拇指联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保罗问道 弗雷德先生,请问您是什么时候画的这三幅画? 嗯,具体我不记得了,但肯定是事故发生之前画的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你们的意思是 弗雷德不解地问 萨拉笑着说 我们的意思是,你有超能力 这是超能力,我还以为我病了呢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叫声 拇指背要它了!拇指背要它了! 我们快去看看 三人飞快地奔向广场 当他们到达广场时,许多人已经聚集在这里了 居民们看到他们,质问道 拇指联盟,你们给小岛带来了很多的灾难 请你们离开小岛 对,离开小岛 丹尼尔,保罗和萨拉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镇长说 大家请冷静,听我说 我们应该给拇指联盟一个解释的机会 接着镇长看向保罗 保罗于是说道 确实,最近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啦 看起来,这些事情都是冲走我们来的 萨拉继续说道 但我们正在查找真相 我相信你们,萨拉 威克对拇指联盟说 话音刚落,拇指杯居然倒塌了 不好 啊,怎么会这样 一瞬间,拇指杯就粉碎了 不不,这不可能 萨拉对眼前的事难以置信 拇指联盟被诅咒了 人们议论纷纷 保罗气愤地说 可恶啊 我们一定要救出这个幕后黑手 不远处 闪电正看着这一切暗自得意 拇指联盟会被驱逐吗 请收看拇指总动员 第二季迷雾雨林 你也可以在YouTube上 拇指总动员的官方频道 收看第二季动画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